今天聊到所谓的好朋友 艾菲尔老师帮我们分析 哪些星座的人 是我们值得交往的好朋友 可以交新的 那这个题板呢 要告诉大家哪些星座的人 是值得交往的好朋友 也就是说十二星座的朋友里面 你都值得交 但是呢 一定不要缺少这几个星座朋友 成为你的好朋友 那我们请大家参考 太阳已经上升星座 如果有上榜的这个朋友呢 你就一定要把它 成为你的好朋友 因为它对你是有帮助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阳上升如果是天蝎座的朋友 一定值得交我们的赵小桥的 太阳庆座就是天蝎座 来看一下为什么天蝎座 一定要成为你的好朋友 他们的个性就是真性情 而且呢 他们会为朋友雪中送炭 我觉得就是说 以天蝎座的个性来讲 他们其实对朋友很真 这个真的代表是说 他会把很多真心话跟你讲 比如说你穿的衣服不好 他就跟你讲说 我建议你怎么穿它会更好看 他不是得罪对方 也不是故意找对方查 而是希望他自己的朋友更好 所以这种良师益友的朋友 一定要交一个 而且呢 在你有危难的时候呢 你去跟天蝎座的朋友开口 他们都会愿意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 他们愿意帮助你 他愿意伸出援手 甚至不惜借你 他们的金钱 这个部分都代表说 天蝎座是你值得交的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的朋友 你一定要把它交成你的好朋友 就是双子座 好 双子座的朋友呢 值得交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很有智慧 而且呢 他乐于当朋友的智囊团 智囊团 这等于是说 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 总会有一些烦恼 有一些疑惑 有一些人生当中的一些 这个困顿的一些现象 那么你在十二星座里面 你跟谁去分享你内心的心事呢 记得要跟双子座的朋友 分享你的心事 因为他们很多的一些人生智慧 而且他们能够帮你排忧解难 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 这个部分呢 人生当中有这个双子座的朋友 当你的智囊团的话 我相信你很多的决定 都会做出很正确的选择 所以双子座的朋友 你身边有这样的好朋友 当闺蜜的话 一定很幸运 再来我们看到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 记得一定要把他成为你的好朋友 就是牡羊座 4月份生的 来 为什么牡羊座 值得成为你们的好朋友呢 因为他们非常有正义感 而且会为朋友两肋插刀 我们人生在这个生活当中 总会遇到一些困难 或遇到一些不正义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在职场当中被欺负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十二星座里面 谁敢为这个不公不义的人出头 那当然就是牡羊座 他会愿意为了朋友 来去主持正义 甚至去得罪别人 他们都在所不惜 因为牡羊座他非常挺朋友 也非常支持自己的好朋友 他对于朋友被欺负 或对于自己的朋友 受到别人的一些刁难 他们都会愿意去主持公道 也不怕 觉得麻烦 因此呢 有身边有这个天蝎座的朋友 双子座的朋友 或牡羊座的朋友的话 记得一定要跟他们常常联络 他们能够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好朋友